作詞・作曲 李宗盛 吹过的 拂过的 都是清风 看过的 听过的 不会是梦 你不说 我痛得 因为相逢 哭过笑过 将往事尘封 不过 还能在 日处是生气 无眠就 不会痛 夜里凋零 不过 能在 沉默前 拥抱你 故事结局 又两尘没几 你我相逢 是命中 注冰 军灵 给你 好 你没去上班啊 我今天请假了 你不舒服吗 没有 我这不是回来收拾收拾东西吗 你要去哪儿 我跟你说啊 我们新的会所提供了员工宿舍 这样太好了 以后每个月啊 可以省下几百块钱呢 所以啊 我准备搬过去了 拜 你也要走 那边啊 离上班地藏进 而且吧 抽成还少 我来广州第一天就认识你们俩了 阿姨走了 你也要走 我知道 你也舍不得我 我这不是身不由己吗 阿娟 其实一直有几句心里话我想跟你说 我明白 平日里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是为了我好 可是我跟你不一样 你喜欢读书 你积极上进 那我呢 这过去就是我的命吧 好了 别笨笨不乐的了 三恋爱啊 永远都是好姐妹 我跟你说啊 我可看好你 你以后啊 一定能发展得更好的 那你说 我走之后 你打算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道啊 康洋子这个地方 是住不了的 你好 我看到你们有房子要出租 三 三百 我报纸上不是写着一百五吗 那我不要了 谢谢 快 两边和李哥吵起来了 两边要找你 找我干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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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品根本就不行 样品不行重新找就完了 你有必要出口伤人吗 可你之前跟我说行的 我怎么知道客户的要求这么高啊 客户的要求当然要高了 议议 你找我 我前几天让你找了一家厂子 关于那个牛仔布缩水域的问题 你记得吗 我记得啊 是家小厂子新开的 一家新开的小厂 你在哄诺我呢 不不 李哥 你先别着急 那家厂子呢 它是有自己的专利的 关于缩水域的问题 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 你找一个茶水小妹 来跟我讲缩水域 你也太不靠谱了吧 只要问题能解决 你一管我找谁 为什么 有病 你 你去把那个样子拿来 好嘞 好嘞 我马上去 你现在什么情况啊 我都跟你说了 让你离梁冰远一点 我白说是吧 其实他也没那么坏 我问你啊 我和你 在公司谁待的酒啊 你说你跟他们瞎参合什么呀你 你这是不务正业 艾米姐 我只想多学点东西 而且我没耽误本职工作 整层楼的后期 我都做得好好的 不在其位 不谋其职 你懂不懂 有业绩 那也不算你的 如果出了漏洞 你承担得了吗 人家一个月拿多少工资 你拿多少啊 你是不是不想做你的茶水小妹了 不是艾米姐 其实我一直很努力工作的 如果你要觉得我不该帮她 那我以后不帮她就是了 艾米姐 您别生气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的 我看呐 茶水间是关不住你了 公司要招聘新人 招聘跟单元五个 你准备一下 后天招聘广告就会贴出来 这是内部文件 需要的东西都在里边 这上面需要的资料 都要准备吗 对 嗯 柱子哥 你还记得我啊 记得 张阿娇嘛 阿英的朋友 怎么着 生证丢了 不是 我想找你帮个忙 行 我给你打那个事 这 英子现在干啥呢 给他打电话 打传呼也不过回啊 我也不知道 好久没见他了 东西呢 你才来啊 又迟到了 你等我 好 我坐下 多谢 跟单组啊 你们挨哥汇报一下 你们各自手上的项目进度 那就从良品先开始吧 好 林氏集团的项目一切顺利进行 现在已经提货了 正在等着付尾款 日本横滨的客户呢 现在正在等样品寄出 印尼这儿各项单据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嗯 定仓 一定要传真书面的定仓纸 这一点啊尤为重要 吴曼 不要记在本上 要记在脑子里 还有安排脱柜 验货人 你们是怎么定的 需要第三方吗 这个还没定 你不是说什么都搞定了吗 除了这个 还有啊 那个拖车公司 这一次的 是不能再用了 换了吧 又怎么了呀 刘总 我刚想起来 十点钟约了印尼那边 打一个电话 那赶紧去吧 好 打完赶紧回来啊 来 下一个 叔叔 你相信我 我真的很快就涨工资了 我保证等我 等我发工资之后 我第一时间会把房租交了的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是啥时候啊 我 叔叔 我们这边吧 现在在招工单元 我已经参加考试了 而且成绩考得挺好的 等我考上了 我工资自然就涨了 昨天给印尼做的东西 叔叔 你等一下 什么 昨天给印尼做的东西 冰仓纸给传真了吗 传真了 验货人怎么定的 验货人他们说不用再找了 就用我们的 他们相信我没上一次是个意外 好的 托车公司我让你换一家 你换了吗 我现在用了新发公司 新发公司也是我们集团长期合作的 我把所有用的单证 全部都传送给他们 他们说会直接回传给你 那些上回资料的 知道了 你都听见吗 叔叔 你都听见了 我这儿特别的忙 很快我就涨工资了 这样好不好 你再宽限我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之后 我一发工资 我一次性交三个月 而且从下个月开始 你可以给我涨 涨百分之十 这可是你自己要涨价的啊 到时候你可别反悔 我不反悔 我绝不反悔 行 那我就再宽限你两周 两周之后 你要是还不交房租 我就把你的东西都扔出去 托车公司是新发的 然后我们刚刚跟印尼那儿 也商定了一下宴货人 印尼那边的意见就是 不需要第三方了 因为跟我们合作的都很愉快 充分信任像我们这种大集团 你看 这多好啊 是吧 这公司有样子 你们出去谈个事也有面子 业务员跟单员有样子 那公司也有面子 如果多像良冰这样 咱们公司只会越做越活活 大家活 对不对 对 对 对的 有你吗 没有 你呢 没有 算了 哪那么容易啊 这么多人来考捐我 厉害的 还好 你愿意上 什么意思啊 这么漂亮 你也考上了 门口开了家西餐厅 我请你吃西餐 不对啊 走吧 什么不对啊 不是 我考试没有选上 我考试没有选上 山山有个老乡在人力资源部 他说我考分挺高的 至少前三 不是还有面试呢吗 我面试也不差呀 考官问什么我都回答了 也没有明显的错误 老师又不是说 你回答得好 就能考上的 但有时可能你太活跃了 要表现得太会讲话了 考官反而觉得你不踏实了 积极代表不踏实 那我就真的理解不了了 别想这事了 来 吃狗东西 晚上还不知道加班到几点呢 多吃点 好 只有这一个办法 可以做跟单元吗 你怎么这么轴啊 还想这个事 这个已经是 最便捷 最可行的方法了 如果这样都不行的话 像你这样 没有专业背景 又没有熟人门路的 我劝你就别考虑这个事了 再说跟单元有什么好的呀 又苦又累 还得受加班气 万一出一点差池的话 不是要爱顿臭骂 就是要赔钱 你们行政部不是有个机会 挺好的吗 艾米姐升总监了 那行政主管这个位置 肯定是你的呀 我都替你考察过了啊 就你们那部门 做了两三年的 都没你这么能干的 我都没想到 有人吗 晚安 欢迎来到黑夜 关掉了电话 谁会期待明天 小魏 想吃点啥 随便坐 你是把这电盘下来了吗 是啊 我们今天第一天营业 推荐你吃我们家的 叉烧鱼蛋面吧 我能借你的地方收拾一下东西吗 行 你随意 谢谢啊 宠慰都是道路的沙 只能望着不能解答 我的孤独 应该没有人心疼吧 一如往常 你一个女孩子家 这大晚上的 这事要去哪儿啊 还没想好 要不你来我们这儿吧 我们在招工呢 报仕报仕 我以前在这儿干过 我也在这儿住过 好 快乐悲伤没有差 两个我对话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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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在这儿啊 我被房东赶出来了 那茶水间人来人往的 你看这些东西都摆在这儿 那我们行政部门的脸往哪搁呀 艾米姐你放心 我中午就会去找地方 晚上不会让他们看见这些东西了 你跟我走吧 去哪儿啊 行了行了你别啰嗦了 把这些东西都收着跟我走 你快走吧别愣在那儿了呀 你快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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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儿 来 我帮你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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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米姐很轻的啊 不沉 不沉 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这边 到了 就这儿 这儿呢是一个仓库 放杂物的地方 你呢就临时在这儿凑合一下 整理整理 擦一擦 也没有人过来 你呢就先暂时住在这儿 太好了艾米姐 真的谢谢你 不用谢 你赶快把东西收拾收拾 去上班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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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好嘞 谢谢艾米姐 艾米姐 谢谢 艾米姐 谢谢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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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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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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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开灯啊 这么黑 灯好像坏了 简爱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老公 你就叫大哥就行了 大哥 你好 你好 等会儿把灯给他修好 行 然后再给他换把锁 好嘞 简爱 不错嘛 整理得挺好啊 这屋子 挺干净的 我就把那些东西 全部都往那边推了 然后这边腾了个自己睡觉的地方 挺宽敞的 也挺干净的 你的毒命能力还是很强的嘛 好了 大哥 你也太厉害了 你就这么一会儿 这就好了 少毛病 接触不了 我把门装上啊 嗯 把把那个锁 好嘞 谢谢大哥 大哥太能干了 公司呢 正在准备扩建 在行政部 准备增加一个主管 我呢 已经跟上级领导啊 推荐了你 如果能够顺利升职的话 你就不需要住在这儿了 谢谢M姐 你有什么好事都想的吗 你呀 好好地干 就是对我的感谢 我跟你说啊 行政主管干上五年 然后呢再争取升到行政总监 这不是很好吗 我不想干行政 我跟你说啊 这样的升职机会可不是很多的 很难得的 我不想干行政 这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想干什么 我就想当根单元 我觉得 我就在茶水间 干干茶水小妹 等下一次再考的机会 我还去考根单元 你知道吗 这次 你的比试和面试 都是前三名 但为什么没选你嘛 就是有人在市场部总监那儿 使了办 谁啊 还能是谁啊 梁冰呀 我改一下你用一种心理的方式啊 好 有酒心 我给你用这几下 你能听清楚吗 我给你用六六五六四万 那行 那我再看看啊 你干嘛 你稍等啊 怎么了 你松了 你 你等一下打给您 简安 所以这种情况 咱们以后是不是 谢谢 怎么了 刘总 我想给您汇报一下 这些是我这段时间的工作 简安 我警告你啊 你不要乱讲话 这些担政 都是我简安一个字一个字 做出来的 这也不算乱讲话吧 你们听我说啊 是这样的 是 是她 她请教我 我才让她做的 而且不完全是她做的 有的是我带她做的 当然也有单独她自己做的 你们可以去问问 同事他们都知道 这个茶水小妹她想当跟单员 是她来请教我 拜我为师的 这么说 印尼这个单是你做的 是 日本这个单也是你做的 是的 怪不得林氏集团的方总 打电话来说 要感谢梁小姐身边这个同事 这个同事就是你 是我 所以 最近这段时间 梁冰所有的工作 都是你在操刀 这个问题 还是你自己来回答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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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这边了 不是 来 静爱静爱 恭喜你啊 加油 加油 就算原谅 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流浪 怎么反复陷入悲伤 你放心吧 都有针的不用看了 来了 你的面 老板 来碗鱼蛋面 小妹 是你啊 好 我要加料啊 上个鱼蛋 好嘞 稍等啊 希望我们下次会面的时候 能把合同给确定下来 行 那我拜托了 好 这边 走 倩姐 刚才那个是林氏集团的方总吗 是的 他们集团下一季要扩展在中国纺织品的颜料采购 后来谈合同 太好了 太好了 对了 跟单组决定让你和梁冰继续跟进林氏集团的业务 没问题 加油 嗯 这次我们调集了公司里最优秀的员工 为您的林氏集团服务 我相信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双鱼 那就好 谢谢 方先生 这是给您的 这 这 就是上次把咖啡扫我身上的灵魂了吗 正是他 如果不是你为他说情 恐怕他已经被开除了 他还在公司 还在 据我知道 他好像还升职了 说实话 他今天才成了还得感谢您呢 那我们就下次见 好 下次见 再见 这辈子除了我妈 却是第一个付钱给我的女人 来 你 找给你 本周日程表 您过目 好 你去吧 把简爱给我交来一下 好的 喂 是的 这批货能这么顺利就位 我们也非常意外 高老师 林氏集团的样品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 上个星期就应该把 新品的原料寄出去 你看啊 到现在这一项还是空着吧 我不知道啊 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事 我已经跟良宾说过了呀 你作为专项跟单元 有责任主动地跟进所有的步骤 难道所有的灵程 还要我告诉你怎么走吗 难道还要我告诉你 该发货了吗 对不起 我 喂 您好 我是高大卫 你好 非常高兴认识您 我们当然愿意开拓南欧市场 您的电话是多少 我记下来了 那周五我打给您 好 再见 我从来都是一事同仁 就是论事 这个事情就是你不对 你也不用再辩解了 你自己去跟林氏集团解决这个问题吧 对不起 高老师 我现在去 请 您好 您好 方先生 我是一中反万贸的跟单元简案 您好 简小姐 您好 您好 对不起啊 之前本来有币货要发给您的 后来没忘了 没关系 我今天发给您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会影响您和我们公司的合作吗 不会 对 真是太谢谢您了 您真是帮了个大忙 之前我们这边也出了疏漏 也是您帮的大忙 这点小事不用方先生 谢谢您啊 方先生 我保证以后 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我相信 好的 那货 我今天就给您发出 谢谢 谢谢 再见 进来 好 方总 刚接到董事长办公室通知 请您参加周一上午的例会 谁通知呢 董事长秘书安妮 好 我知道了 真的吗 太好了 太好了 对啊 这几年的辛苦总算没白费 天啊 怎么了 看那个你这件衣服 这颜色太老了 还有你这头发太长了 剪短一点行吗 又不是什么大事 而且 今天才礼拜四啊 什么叫不是大事啊 我等这一天 我都等了二十几年了 没有 我又不是进董事会 只是参加周一例会而已 错 这是你跨进这个门槛的第一步 别忘了 他们那对母子一定会摆班主呢 不让你进去 没人拦我 是你儿子我自己还不够资格 你是林峰时的儿子哦 跟是谁的儿子 没半点关系 那我才不管呢 总之你已经跨入这个门槛了 一定不能被他们赶出来 对 妈咪 放心 我既然能凭自己本事进去 就有本事做得稳 我对你有信心 廖冰 简安在哪儿 不知道 别挡头了 会和我传达吧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我一直在等这份新的数据 林医师集团那款新品 现在出了多少吨 三百吨 左右 别给我说左右 我要的是具体数字 具体 还有那批新品 大案价是不是又涨了 非洲那边 也在抢定这个型号的货 到时候价格一定会涨 林医师集团 到底需要多少量的货 你们确认了吗 林医师集团 这是最新的数据 他们现在最新的系统 行了 行了 你就直接说吧 库存 订货量 还有这个价钱 我得重新马上做报价 我看了一下 现在呢 这批商谈丝 工厂出货是三百九十吨 按照这样的速度 其实下个月发货 是没有问题的 新品呢 新品林医师集团很满意 他们现在订一百吨 价格还有在上亿 我也查了一下 这类印花加染型的 苏克制装 库存是三百吨 林医师集团 小批量订购的话 我们是有余货 可以给非洲那边 但是现在问题在于 非洲那边的运费 涨了百分之零点五 我们的报价 它未必能够接受 所以如果林医师集团 它能够整批购入的话 我们在最终的提供上 再做些调整 我觉得是可以的 不错 这个主意不错 你这英语 我都快听出籍惯来了 你大学英语 真过六级了吗 说得那么自证强言干什么 能做好事情就行了 简爱 你配合法务部 尽快把盒头敲定 明白 完成了 有种菁思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是很清楚 麻烦你能不能再给我发一次 好的 我现在过去 谢谢 人家是敌出我 再怎么说也是集团总经理 正宗的太子姨 她再怎么样也不能跟小林总平起平坐吧 怎么有她的名字 都有招人安排的 那这个座位是谁安排的 好 林总 这个位置至少翻公司老总才能坐 这个名字够不着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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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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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排这儿 你怎么坐这儿呢 坐这儿 坐 坐 开始吧 放红制 今天第一次餐会 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我是采购部的放红制 请多关照 作为采购部总监 方恒之他这一年表现非常的优异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原因 那另外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林氏集团与中国那边 以后所有相关业务 都由方恒之来负责 老婆 回来了 你看看 妈怎么来了 她来看孩子 妈帮抱着鸭宝宝 她是不是饿了呀 妈你怎么来了 妈妈我要 大师傅啊 昨天去欧洲讲到了 家里泼堂空空的 我一个人也没意思 就来看看我的 杰斯芬和蒂菲尼 身体还好吗 老样子 宝贝 来 喝奶子 来 我来 宝宝 多喝奶奶长高高喽 宝贝一定会长高的 是不是 我们长得又聪明又漂亮 还高高的 是不是 都没关系 今天 今天的立会怎么样 今天 今天那个姓方的 出席的立会 他 凭什么 我不知道 之前一点迹象都没有 你爸爸许了他什么 把中国那边的业务交给他了 中国那边 没事 只要欧美板块在我手上 就不怕 你不要小看了中国那边的发展趋势 什么意思 你不要掉以轻心 你要找个世界 把它踢出去 今天这么多菜啊 还喝口红酒 可以吗 当然了 今天开会开得怎么样啊 可以 那好吧 给你升职了吗 把中国那边的业务都交给我了 还有呢 没有了 就这么点生意啊 生意虽然不大 但中国那边现在正在改革开放 我相信未来空间一定非常大 我就知道 他们绝对不会把你放在核心的板块 妈咪 你放心 借着中国那边的发展势头 我有把握 帮忙 忙 忙着经历波澜 忙着积攒勇敢 漫长的灰暗 只为转弯的曙光 忙着归划日常 忙着应对无常 修炼的坦然 不管孤孤的平凡 被迫 被迫的善良 却堵着遗憾 就算原谅 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流浪 怎么反复陷入悲伤 送一副他人目光 挥绝了自我的心霜 不过是一颗星光 白显到人海的平凡 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 要懂自我欣赏 Lun Sang 这只不过是一场流浪 不管不顾的平凡 被迫的善良 解读这遗憾 就算原谅 生命这不过是一场流浪 怎么反复陷入悲伤 从一副他人目光 会缺了自我的欣赏 不过是一颗星望 百遣到人海的平凡 自然的奔驰就是孤单 要懂自我欣赏